木狼写给中国所有父母 一个朋友的孩子 大学毕业半年了 没有去找工作 窝在家里 白天睡觉 晚上上网 最近跟他父母要钱 想去国外游学 朋友来问我 该不该让他去 我望着他苍苍的白发说 你如果真的要为孩子好 就让他去 但是不要给他钱 我想到了我妹夫的故事 他从小就想往外面的世界 高中一毕业 就先去阿拉斯加伐木存钱 但父母并不给他钱 他也没向家里要 阿拉斯加夏天日照很长 太阳到午夜才落下 三点多又升上来了 他一天如果工作16个小时 罚一季目的工资 可以让他环游世界 他在走遍世界两年之后 才回到大学去念书 因为是在自己深思熟虑之下 才决定念的科系 所以三年就把四年的学分修完 出来就业 他工作得很顺利 可以说平步轻云 一直做到做工程师 有一次 有一次妹夫告诉我一个小故事 说那件事情 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在阿拉斯加打工时 在山上 曾经与一个朋友 听到狼的嚎叫声 他们很紧张地四处搜寻 结果发现 是一只木狼 脚被捕兽器夹住 正在哀嚎 他知道 那个捕兽器啊 是一名老工人的 他业余捕兽 卖毛皮 补贴家用 但这名老人 因心脏病 已被直升机送到 安克瑞奇医院 去急救了 这只木狼 会因为没有人处理 而饿死 他想释放木狼 但木狼很凶 他无法靠近 他又发现 木狼在滴乳 表示狼穴中 还有小狼 他与同伴 费了救牛二虎之力 找到了狼穴 将四只小狼 抱到了牡狼处吃奶 以免饿死 他把自己的食物 分给了牡狼吃 以维持牡狼的生命 晚上 害他在牡狼附近 露营 保护这个狼家庭 因为牡狼被夹住了 无法自喂 一直到第五天 他去喂食时 发现木狼的尾巴 稍微摇了一摇 他知道 自己已经开始 获得了他的信任了 又过了三天 木狼才让他靠近到 可以把兽夹松开 把他释放出来 自由后 木狼释了他的手 让他替他的脚 上药后 才带着小狼走开 一路还频频回头望他 他坐在大石头上想 如果人类 可以让凶猛的野狼 来释他的手 成为朋友 难道就不能让 另一个人放下武器 成为朋友吗 他决定以后 先对别人表现诚意 因为从这件事中看到 先释放出诚意 对方一定会 以诚相待 从此 他在公司中 以诚待人 每年都升一级 进步得很快 最重要的是 他每天都过得很愉快 他说 住人的人 是比被住的人 还要快乐的人 妹夫对我说 他一直很感谢 阿拉斯加的经验 因为这 使他一生受用不尽 的确 下过霜的柿子 才会甜 人也是经过磨练 才会成熟 而且 他知道了自己 应该珍惜什么 所以 如果一个人 大学毕业了 还不知道自己 要什么 那么 应该让他去 外面磨练一下 让他自食其力 现在很多家庭 浇灌 宠溺孩子 捧在手里 怕摔了 含在嘴里 怕化了 当父母 恨不得把 全世界所有的 好东西 和所有的爱 都给孩子时 却忘了告诉孩子 一件事 生活的艰辛 是难以想象的 父母的过度 合伙 对孩子们来说 无疑是一味 毒药啊 孩子们心爱 理得地 享受着一切 根本不知道 知足 感恩 和体贴父母 更不知道 生活的不容易 相反 还滋生了 很多的虚荣 懒惰的坏毛病 为人父母 大都希望 能为孩子 遮风打雨 扫清他前进路上 以一切的障碍 给孩子一个 平安喜乐的人生 然而 命运无常 世事白胎 父母 父母无法 做孩子 一世的拐杖了 适当放手 让孩子 不断 历练 具有 抵挡 风雨的力量 有智慧 有能力 过好 自己的生活 这 才是 为人父母 最明智的选择 梁启超 曾说 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 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 至于快乐与否 全部是物质上可以支配的 我想 有志切的孩子 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 能在困苦中求快活 才真是会打算盘啊 物质生活的富裕 只是暂时的 父母不可能照顾孩子 一辈子 给孩子提供再好的生活环境 都不如让他去体验生活的不易 父母 要舍得放下 物质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就是不保护 给他一个机会去证明自己 体验人生 相信他 也能从中得到 一生受用不尽的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